签一下婚前协议 第一 晋泽一先生和洛天然女士 婚姻为期一年 到期之后 晋泽一先生将Full House 无偿转让给洛天然女士 第二 晋泽一先生和洛天然女士 不可在婚姻期间 发生任何越界行为 如果晋泽一先生违规 或者有任何违规的企图 协议自动到期 并且房子同样 无常规洛天然所有 爸 你还真以为我对你有兴趣 第三 双方尊重对方生活习惯 不做不必要地打扰 就这样 除此之外 我再补充一条 在工作上 为对方提供便利和协助 便利和协助 我们名义上是夫妻 在外面 心里该有个数吧 对了 不能向任何人 泄露我们的契约婚姻 否则合约自动到期 房子也归对方所有 还没好啊 已经好了 她人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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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不是被我的美貌 所见到了 是 带脱我 别怕 有我在 小心 小心 三点以后 就是婚礼了 可这女孩咱们都没见过了 太仓促了 这女孩长什么样 看不清啊 去去去 把我眼镜拿来 在你身上呢 靳泽伊先生 与骆天然小姐的订婚 发布会正式开始 请各位来宾 及媒体朋友们 有序入座 别喝了 大家都排着呢 泽伊先生 听说两位认识的时间 并不长 那么是什么 吸引了彼此决定结婚的呢 我觉得 这就是一见钟情 自从我遇到天然之后 我再也不会考虑别的人了 莫小姐 可以分享一下第一次见面时 对泽伊的印象吗 好好说 别胡说八道 我是被她的外貌所吸引到 第一次遇到她的时候啊 我就发现 她生气的时候 鼻孔张得很大 下巴抬得很高 眼睛瞪得像牛一样 她这样的外貌 还真的是很可爱 所以 泽伊 要不要给大家示范一下 那不知道天然吸引泽伊的 又是哪一方面呢 那我可要好好想想 我觉得应该是 百折不挠的精神 虽然我们天然 五音不全 对月里的一窍不同 但是啊 她还是想成为一名作曲家 即使被别人讨厌 她也能嬉皮笑脸 保持乐观的精神 我觉得 这真的是难能可贵 我觉得她像一种非常可爱的动物 什么动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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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猫咪 小白兔 大头饿 向上去拍照观节 来 自己看这边 来 去面 敬礼 向下 谢谢 来 向下 来 回这里 谢谢 怎么这么不协调 谢谢 客气 再靠近一点好吗 非常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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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 好了也得给我撑着 谢谢 这一天 两个笑点 非常好 二维 咱们拍一张照片啊 来 你们方向站反了啊 男左女右 这你都不知道 你知道 来 看镜头 靠近点 再亲密一点 笑一下啊